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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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始吧 检查 二零二一年 五月二十三日 十八时 三十二分至三十八分 本人秦东海 于弗洛拉集团第一工程的二号冷库内 在魏京 说重点 当时 我们与外界失去了联系 都存在了 丧命在冷库中的可能 花小姐提出了 她人生最大的遗憾 是初吻还在时 我第一个念头确实是 这个遗憾 是我有能力弥补的 出于人道主义的临终关怀 我才做出了以上的行为 占便宜让你说得这么大意凛然 我是不是还得给你颁个奖啊 我没有想占便宜 如果你的临终心愿不是初吻 而是想找一个人打一顿 我也是义不容辞的 可是 我要的吻事 是有感情的 你那算什么 我与花小姐之间 首先是师生之情 其次 是朋友之意 而更重要的是 这段时间 花小姐一直积极配合 帮助我治疗失眠 是对我有恩的 所以 我进行了深刻的自我批判 我为什么 不能像花小姐为我治疗失眠一样 而给她一个 出于人道主义 临终关怀的稳能 我为什么 会有那么多的私心杂念呢 我忽然 我忽然 就找到了 吻花小姐的 感情基础 我的天哪 你这是什么类比啊 睡觉能和接吻一样吗 还有什么人道主义 我不懂 我仔细地回忆过 这两者的相同点在于 我的心跳会加快 体温会偏高 有一种 身体不被大脑控制 理性 被感性打败的感觉 这不就是叫 情不自禁 我承认 前文提到的心理活动 都是我事后重新复盘 才得出的结论 在那个当下 我其实又出现了 让自己理解不了的生理反应 但我当时 就只想保护花小姐 实现她所有的愿望 能让她 有活下来的动力和希望 为此 付出我自己的生命 我也在所不惜 更何况 只是一个稳 我反复拷问过 自己的内心 我承认 我的意志力非常地薄弱 我没有考虑到后果 没有规范好自己的行为 给大家造成了困扰 今后 我一定会尊重女性 恪守礼貌 绝对不会再做出乐举的行为 检讨人 请动快 检讨人 你是没有听明白吗 我可以再读一遍 真心诚意的 我可以再读一遍 不 不用 我这样算过关了吗 大胖子 钢铁之男